字幕提供 哈囉 歡迎來到 捷訊股票有限公司的 ESG特別企劃 欸 我們來到哪裡啊 我們現在就在標5K的現場 有沒有看到旁邊人聲鼎沸 真的 好多人喔 沒錯 而且又下雨欸 而且又下雨欸 對啊 就算下雨也 就要不惜我們跑者的熱情欸 真的 害我好想下去跑了 欸 你來過那麼多次 你知道我們標5K的主辦單位是誰嗎 當然是尋寶網 不對 是捷訊股票有限公司 欸 沒錯 為了讓大家更了解我們的主辦單位 以及我們ESG在做的事情 我們今天準備一個小遊戲要來跟大家一起玩 來 上道具 這是哪一招啊 有沒有看到這個精美的板子 這是一個QA 有沒有看到這個QR Code 你可以掃一下 太酷了吧 這個呢 就是我們 最新的嗎 那 我們今天所有的問題都在這裡面 所以答案在裡面嗎 答案都在裡面 我們等一下呢 會準備6題 想完的朋友 趕快來找我們 你只要答對1題 就有精美的小禮物喔 1題 欸 之前要6題對不對 之前錯1題就沒了 所以這一次只要答對1題就有 這一次只要答對1題就有 那我先嗎 我先 你不行 你不行 我要趕快去找跑者了 掰掰 欸 你還沒跟我送禮物是什麼欸 好 來 這位美女是誰 歡迎 我叫邱子 是我們今天第一組的配數員欸 我是名字第一百節 喔 讚 你知道我們今天要幹嘛嗎 今天有講真答嗎 沒錯 幫我抽3張 然後你只要從裡面回答1題正確 我們就會送禮物 那當然3題回答完正確 我們也會送禮物 好緊張喔 好緊張喔 再1張 3 OK 來 題題是什麼 最強市民票5K的主辦單位 結訊股份有限公司 沒錯啊 恭喜他 下列關於最強市民票5K的敘述 何者錯誤 這個明顯低 喔 沒錯 這個看起來就是我們的官網鐵粉啊 真的 最強市民票5K第一場賽事 在哪一個縣市舉辦 可以思考一下你現在是在哪裡 新北市 欸 沒錯 恭喜他 我們今天的3題都回答正確 是不是很簡單 很簡單 大家都要知道基本常識 我們答對3題送他一個 我們結訊的 耶 恭喜 欸 這太好了吧 我好想要喔 想要嗎 來 我們繼續下一位 第二位 歡迎我們大名丁丁的立哥 嗨 大家好 我的偶像耶 沒錯 你也是我的偶像 一張 兩張 有精挑細訊 對 結訊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營業項目是什麼 以上皆是 為什麼這麼肯定 因為我好像有上網去看過 喔 不只是我們標5K的粉絲 也是我們結訊的粉絲啊 最強市民標5K的主辦單位是誰 是 欸 這個有點困難了 結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結訊股份有限公司 要尋寶網來幫忙 這個是專業的 專業的 接下來這題 喔 很難喔 結訊股份有限公司 在哪裡 沒有海外的分公司 一定不是北極 所以你覺得北極有 有海外分公司 喔 因為這題是沒有 喔 沒有喔 所以一定是北極 北極熊應該 應該沒有 沒辦法上班 所以鎖定答案 是北極 好 沒錯 答對 耶 耶 好厲害喔 恭喜立哥 耶 三題答對的教命 太棒了 太棒了 第一題 結訊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營業項目是什麼 這不用考慮一下是不是 用猜的嗎 好 恭喜他 恭喜他 直接答對 太簡單了 下列關於 結訊股份有限公司的敘述 何者正確喔 用猜的可以嗎 因為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哪一種答案 猜錯就沒囉 永續環境那邊有 好 我看看 對 貨運動企業認證獎 好 恭喜他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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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確定的時候 就可以查一下官網 第一場賽事 在哪裡舉辦 哪個縣市舉辦 B吧 B是什麼 新北市啊 不是嗎 為什麼這麼肯定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現在在新北市 因為我們現在在新北市 原來如此 恭喜 恭喜 我們這位跑者 下次還要再來 要要要 每個月都來 嗨 我是大甲鴨的周翰忠 你們有每個月都來嗎 沒有沒有沒有 太遠了 結訊股份有限公司 在哪裡沒有海外分公司呢 當然北極啊 想你知道 最強市民標5K的主辦單位是誰 結訊股份有限公司 沒有遲疑 沒有遲疑 因為我有做功課 我是結訊忠實粉絲 對 沒錯 你有看過我們最新官網嗎 有 ESG 對 我都看過了 1984年開始的 公司成立 對 好 這題有點難度 下列關於結訊股份有限公司 合者正確 對 合者正確 舉辦 獲得運動企業認證獎 好 那我額外考你一題 我們股票代碼是多少 這我還真的不知道 好 沒關係 但是我知道股價大概七十幾塊 哦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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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 你在玩股票的 來 慢講 來 這個你要租什麼 租 租 你管人家租什麼 大家好 我是最愛撤五千的志文 每個月都有來 每個月都有來 捷訊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營業項目是什麼勒 以上皆是 好 恭喜答對 耶 捷訊好厲害 下列關於捷訊股份有限公司的敘述 何者正確 要看清楚喔 何者正確喔 好 A 獲得這個運動企業認證獎 好 OK 恭喜他 答對 是 第三題最強市民標 可以第一場賽事喔 第一場賽事 在哪一個縣市呢 B好了 B 我猜主場 真的嗎 因為這裡是主場啊 因為這裡是主場啊 對對對 畢竟局長會看 對對對 局長會看 當時是不是還是台北線 你答案趕快出來啦 新北市BBB 恭喜他答對 耶 感謝你 請給我勇氣 耶 恭喜 唉唷 怎麼那麼帥 你之前有來參加過的表演嗎 欸 有 請問最強市民標5K的主辦單位是誰 呃 是那個捷訊股份有限公司 欸 可是因為我記得我之前看到的好像是尋寶 喔 欸 好險 然後是捷訊 捷訊 對 第二題 下列關於捷訊股份有限公司的敘述 何者正確 A A 確定 對 確定 恭喜他答對 最強市民標5K第一場賽事 在哪一個縣市舉辦 我有印象在新北市 耶 謝謝 恭喜他 好 謝謝 我是Sammy 對啊 講話很溫柔 歡迎Sammy 遇到這個以前一定要溫柔 等一下以前很漂亮對不對 超美 超美 這可以花掉 好 謝謝 捷訊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營業的項目是什麼 以上些是 多元化的公司應該是什麼都有吧 恭喜他答對 對 下列關於最強市民標5K的敘述 何者錯誤 我知道 豬 因為我上次有來參加過 拿了好多照片 對 那有照片要選嗎 不用 去哪裡下載 去哪裡下載 啊就是 尋寶網 哇 恭喜大家是我們的資深跑走 捷訊股份有限公司 在哪裡沒有海外分公司呢 北極 相信我直覺 好 相信你的直覺 OK C 答案北極 贊確 今天來沒有參賽還有禮品拿的耶 對耶我超開心的 所以以後我不用來參加直接來什麼 欸 進擊的巨人跑嘴 太帥了怎麼辦 人家都叫我大發 對對對 歡迎他 最強市民標5K第一場賽事 是在哪一個縣市舉辦呢 是台北市嗎 因為我的直覺是 台北市 對 確定 確定 OK 恭喜他答錯 之前我們今天那個出 所以 所以是 對啊今天是在這裡耶 新北市 下列關於捷訊股份有限公司的敘述 何者正確 你覺得哪一個是正確的 完蛋 完蛋 怎麼感覺都會打錯 你要不要掃一下 來我手機借你 2022年 農獲教育部體育署運動企業認證獎 沒錯所以我們這題答案是 A 捷訊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影片項目是什麼 考試的時候不是都會這樣嗎 如果以上皆是就會是 那答案是 D以上皆是 恭喜他 雖然只有答對兩題 但是我們還是會送獎品 恭喜 送你一個寶溫杯 這個是寶溫杯 那你不太確定答案的話 你就掃 你會掃它裡面有我的照片 不是 裡面有我們ESG的網站 捷訊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影片項目是什麼 應該是以三皆是 你都沒有思考 好簡單 什麼都可以做 以後什麼 朝這個目標 對不對 你怎麼了 下列關於最強市民標5K的敘述何者錯誤 注意喔 這邊有陷阱的理由 應該是低啊 照片很貴 看滿久的 照片免費啊 對啊 那我們照片都去哪裡找 尋包網 第三題 下列關於捷訊股份有限公司的敘述何者正確 有標示5K的一回事嗎 對啊 確定 確定答案 OK 恭喜大家回答正確 沒錯沒錯 好 謝謝 謝謝 哈囉 我們的外國朋友 他們從哪裡來的啊 Where are you from Thailand 最強市民標5K的主辦 就是the host which answer do you think is the host 英文很好耶 選一 1 恭喜答對 Yeah 好 next question 捷訊股份有限公司的在哪裡沒有海外的分公司 So you can see this 海培文 我已經幫不到我忙怎麼辦 我直接在那邊傻笑 台灣 香港 中國 No sport C 恭喜他們答對 Yeah 最強市民標5K的第一場賽事 which city we host google translate Where is this city New Taipei New Taipei 我聽到答案了 我聽到答案了 恭喜他們全部答對 最強市民標5K 大家好我是張永正 你哪個跑團呢 大聲講一下 我是新北市愛包者學會 你要緊張嗎 我們要緊張啊 我怎麼會不會緊張呢 那麼小了對不對 最強市民標5K的主辦單位是誰 A啦 A 對阿 對阿 不是啦 就是捷訊 我們在海外哪裡沒有分公司 好像是西南極吧 哪有南極 哪有南極 沒有就是西 準備要在了耶 對 恭喜他 達瑞 這個有一點難度 下列 關於捷訊股份有限公司 何則需是不是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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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不好意思喔 所以我說我是捷訊的員工吧 保溫杯耶 喂 我叫林丹妮 感覺之前也有看過耶 來過很多次嗎 什麼我們還沒加好友 為什麼不加我的啊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啊 好啦 下列關於正陽市民標5K的敘述 何者錯誤 這個 照片很貴是錯的 為什麼 因為不用錢啊 那我們的照片都去哪裡下載 尋包網 我今天就是來騙照片 來騙照片 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營業項目 你覺得是什麼 以上皆是 因為我覺得聽起來超厲害的 確定確定 所以他們應該全包了 沒錯沒錯 恭喜答對 耶 最強市民標5K 第一場賽事是在哪裡舉辦 哪一個縣市 我覺得應該也是 好 B新北 確定嗎 確定確定 你不用查一下我們官網的正確答案嗎 真的嗎 第一場的確是在新北市舉辦 那我答對了 恭喜他 恭喜他 我三題都對耶 恭喜我們40週年 結訓的毛巾 耶 希望你會喜歡 你今天跑完就可以擦了 你看 他們都叫我黑媽 黑媽 哪有 以前才厲害耶 現在要當教練了耶 第一題 請問最強市民標5K 第一場賽事是在哪一個縣市舉辦呢 應該是新北會是最多 但是 因為你現在在新北 對啊 我住板球啊 主場優勢 OK 恭喜他 請問關於最強市民標5K的敘述 哪一個錯誤勒 第一 照片很貴 一大堆的朋友他們都是來這邊 騙照片 騙照片 免費了 第三題 請問最強市民標5K的主辦單位是哪一個 新北市政府 捷訓哪了 都有可能啦 鎖定答案 依你們這樣說應該是尋寶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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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恭喜他 拿錯 所以是新北市政府 不對 捷訓 我們告訴你答案 這個是捷訓股配有限公司的 ESG 那我又多了一個姿勢了 沒關係 就算他這題答錯呢 其他題也答對 我們可以送他小禮物 這是我們的40周年的毛巾 希望你會喜歡 謝謝 耶 我們的ESG特別企劃 成功 哇我們這些跑者其實蠻厲害的耶 你覺得這些題目難嗎 呃 是 對我來講是還好 有先偷做功課 對對對 有上去看一下 對啊 就算你會答錯也沒關係 來掃我們的官網 就會看到我們最精美 而且我們還有結合跑步主題 對 你就會知道我們其實 不只有在辦標5K 還有在做其他ESG的項目 我剛剛看題目 是不是在2022有獲得運動企業認證 運動企業認證 好厲害喔 超強 而且是第一次提名就獲獎 太強了 表示政府也非常肯定 我們在做的事情 我們每個月都會舉辦標5K 歡迎大家都來喔 OK 那我們就下個標5K見 掰掰